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行是固定的形态 长生是一定的生业 这条讲上天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人民有一定的常业 就是常态性的事业 君主能与天下之人共安生业 天下就会安定了 一个君主领导人 能够与天下的人民共同 那么来安心生产 那么这些平常常态性的事业 那么天下就安定了 这个也是民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民生是人民生活最重要的 那么这些生产事业 一个领导人 能够与天下的人 共同安定在生产事业上 那么大家生活也就没有问题了 生活大家都能过得去 就是天下的 自然他就会安定 好 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雪充满 阿弥陀佛